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日 星期三是8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当然也是这个场外显身工具结算日 好了 先看看那个指数 受到美股昨天晚上再大幅度回调的影响 恒生指数早段先低开360点到195889点 曾经一度再轻轻的回调到19564点 相对昨天收下来说这分钟是回调了385点 还好买盘开始出现 到最后恒生指数是一步一步的上去 直到下午3点左右吧 指数更曾经一度回升224点到20173点 说真的 这个指数这一分钟相对这个月的高位 20283点相差只是100多点而已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往上走 直到目前为止 8月份暂时来说还是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还是从5号的高位 202883点回调到24号的地位19189点 说真的 这个月的波幅只有1094点 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这一分钟大概是3点20分 直到等一下收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暂时很难说 因为指数既然是在200点左右水平 只要少有一点点比较明显的上升 已经可以往上升破202883点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从移动线方面来看 我觉得股市好像是初步出现一个回文的走势 因为从上个星期四开始 在收市的那一分钟 指数已经是走在10跟20天上以上 就像现在指数大概在20000点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整过 可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10天线现在大概在19807点 而20天线现在大概在19908点 等于说指数暂时还是稳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 要是等一下收市的时候指数还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等于说已经是第五个交易天 在收市的那一分钟是走在10跟20天上以上 当然这并不代表股市会怎么样大幅度上去 可是最低限度显示 整个股市暂时已经 拜托了进一步向行的走势 当然9月份股市是怎么走现在很难说 因为首先我们要看看 行政指数能不能够 还是一直稳走在10跟20天上以上 要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再进一步往下看 应该是50天上跟100天上 50天上现在大概在20,585点左右 而100天上大概在20,718点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算一下 这个股市从6月28号的高位22449点开始的下调 到这个月24号的低位119189点 一共回调3,260点 好了 经过这个八个星期左右的回调之后 要是股市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要是这个反弹能够反弹 这个3,260点跌幅的一半的话 那指数应该是有机会碰一碰 20,824点 也等于说指数后一个阶段 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向市 50跟100天下 可是就算是出现这个情况 也并不代表股市会怎么样大幅度上去 毕竟现在不明的因素还是比较多 包括9月份 美国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大幅度的 把利息上调 还有经济的情况还是比较令人担心 所以买一点点 稍微干一下就没问题 要是把所有资金压进去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可能 还是有一点点危险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好了 下午份自己就说到这里